作词 李宗盛 从看不管你都变清晰 想在历史记忆 刻下我的印记 要用多少力气 爱才能被允许 我们的手分开的前行 要多久才能变清明 你看见面的流星 来自最遥远几笔 找寻了几个世纪 却如此坚定不应 以星星的命运 许下了决心 你是最美的秘密 变成身边的流星 守护你所有真心 不怕路途的远距 我会降落你心底 曾经有你一起 交换回忆 变成不甘的远距 来来来 这第三杯啊 儿子 你 你的酒量怎么样了 不行 一点 一喝就亮了 你说这人啊 真是奇怪 连这都随 什么 随 随什么 随我 总而言之一句话 就是你们能来家里吃饭 我真的是很高兴 多少年了我一个人 以后有时间就成了 本来这就是你的家吧 一定 一定 来 先进 请送我一杯 还是不习惯 没事 没事的 我 我说了 等 那我就等得起 好吧 成了 干了 少喝 少 一点点 辣 你找到了 宋总 您家卫生间在哪儿 我可能刚刚喝得有点急了 肠我有点不舒服 那个就是点左手 第二个 第二个 好 急什么急 这喝的啊 丢人呗 你怎么说话呢 那姑娘挺直率的嘛 有什么说什么 就是 注意态度 去 去 去 快去 谢谢啊 你去注意态度 第二个门啊 好 谢谢 咱们继续喝 好 经典说 家人员 喝 瓶子 还不是 没得到 伤好 干什么 你 一样 人也未经许 透过 严重 下一步 我说马明白 我没有一个动手 舔瓶 你们喝得怎么样了 还告诉我不能喝 这么一会儿三倍了 拦都拦不住 不随我呀 少喝点 咱们三个人 就总结出四个字 一无所获 夏哥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宋天明这个人 果然是滴水不漏 看来从他身上下手 根本获取不了任何消息 那该向谁身上下手呢 赵清风 赵清风 赵清风这个人 倒是有很多的破绽 对了 明天我们就去找找张宁 张宁 找他外面啊 张宁不管怎么说 也是赵清风的人 或许从他身上 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其实 宋天明之前不是我们的敌人 如果他不知道 我们做的这样那样的事情 他也算是一个好父亲了 其实我跟杨丽都知道 他在儿子面前 那种小心翼翼 想要弥补的心情 我们都理解 对了 公开身份之后 有没有给你带来什么麻烦 这麻烦都没有 这就是 越来越受人爱戴了 然后我自己啊 这心里是越来越发慌恨 没错 我也这么觉得 自从杨丽公开了身份 我这心里总是慌慌的 总觉得有事情要发生 毕竟树打赵风 你们两个 都小心一点 千万别别人盯上 行吧 来 你们说的那个PTV啊 我听说过 但是没接触过 谢谢 不过 你们要查赵清风的话 我倒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信息 什么信息 当初我跟赵清风合作的时候 当初我跟赵清风合作的时候 宋总答应给我们一笔钱 但没想到被赵清风给私吞了 所以我对赵清风 这个人完全失去了信心 还好 我留了一个心眼 我把他 给我发的所有的微信信息 我都保留了 因为这个人 他既然能够私吞我的钱 他也同样能够私吞别人的钱 但这些事 宋总不一定知道 赵清风这个人实在是贪得无业 你们可以看一看 这个对你们有没有什么帮助 就算查不到PTV的证据 也足以离间宋天明跟赵清风 宋天明只有失去了左膀右臂 我们才有机会接进PTV 谢谢 我都准备好了 好 走走走走走走 照啊 所以 这大中五的合适吗 合适 本杯 我先敬你 咱以后呢就是一家人了 头头关照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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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菜 谢谢 杨总最近辛苦了 哪有你辛苦 多一点 拿着这个刚刚升职 没多久 行 多多关照 来 学生 我已经到办公室了 找到了 密码是多少 好 我下午还有工作 实在是不能再发 来来来 赵总 你还跟我见外 咱们自家人呢 你还跟我见外呢 赵总 来 干了啊 杨总 真的还有事情要处理 我先走了 再来 再来一个 下次啊 再来一个 你别走 别走 你别走 你别走 喂 孙老 你干的 你看 平时你偷奸耍滑 贪图小粒 就算了 你竟然敢转移 这样的资产 你要死啊 你连我给你办事的钱 也不放过 我看你给张琳的钱呢 来 我平时对你不错吧 你就这么报答我 宋总 您听我解释 解释了吗 是他 是他陷害我 宋总 我跟您这么多年 千万不要让一个小人 给搅和了 早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所以我拿来的都是原件 我要是你 我现在应该 向宋总求情忏悔 而不是在这儿 做所谓的澄清 要不是贪财坏事 我的计划也许早就成了 我千算万算 我没有算出你这个重宠 你 笑议计 报警 法办 法办 彼岸 宋总 你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绝对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 我承认是我错了 我滚鼻心窍 我简材起义 报警 不 彼岸 彼岸宋总 求您饶过我 我这么多年跟着你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我一定为您当牛做马 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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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说怎么就那么好心 如果您应该要求我喝酒 一定是传播后来证明 我 你们俩个道真 一定让你们吃不了都知道 我真是没想到 我最信任的首相 竟然背着我干这种事情 利欲熏心 难免会侮辱其头 对于赵清风啊 我已经 不是栽培 不是纵容了 有的时候甚至是溺爱 因为 我把自己的儿子搞丢了 不是 首先 帮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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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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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好点没有 这不都好多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问起了你的身世 晓晓 晓晓 是不是又出什么事啊 没什么事 那个 爸 我问你一个事啊 就是 天底下所有的父母 都是爱着孩子的吗 他们 会为孩子做任何事情 对啊 哪怕 是不应该做的事情 晓晓 这天底下的父母啊 他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好 他们可以为自己的孩子 奉献全部的一切 但是啊 他们不应该去做那些 不应该做的事 如果那么做了 他不但是对不起自己 他也害了自己 那不也把孩子害了吗 可爱 关于你找人跟踪我的事情 我已经知道了 我不希望你去打扰我的养父 更不希望 因为我的事情 把他牵扯进来 是 我承认 我是跟踪了你 我也不应该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就去拜访养父 可是我真的没有恶意 你跟杨丽的身世 太让我绝对匪夷所思了 而且我在你身上看到了 很让我害怕的画面 我看到你看车被撞 我看到你 我看到你浑身上下都是血 你说什么 所以陆珍珍去我家 根本就不是什么卓妾 那我家上也不是为了小飞 是你让他去的 是 是我让他去的 我看到那些画面 可是我 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发生 只要能阻止你开车 不管有没有用我都想要试一试 夏雨昕 你答应我一件事情好不好 是什么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都不要开车行吗 好 我答应你 这枚戒指是你的对不对 杨丽跟我说 这枚戒指 是他借给你玩一玩的 可是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你说这枚戒指对你很重要 你说你一直待在身边的 我相信他一定跟你的身世有关 对吗 我不想知道这些 因为我现在过得很幸福 那些所谓的身世之谜 只会出现在电视剧里 我并不想知道 是 你可以不感兴趣 你可以不想知道 但是我不能 我 我跟在你倒在血里 我没有办法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 你明白吗 可爱 有时候知道结果 反而会给自己心理造成压力 有些事情是改变不了的 该来的总会来 我们要一起勇敢地面对 可爱 我真的不想骗你 可是 一个连我自己都无法面对的事实 我又怎么能就这样放在你的面前 我们好不容易才有了今天 好不容易才能彼此敞开心扉 我又怎么有勇气 让你来接受这个现实呢 这枚戒指 虽然是我的 但是它里面不管藏着什么秘密 我并不想知道 这 我以为直接申请了就行了 这么麻烦啊 申请之后 我才能把材料给你 这不是已经做过亲子鉴定了 怎么还要再做一次 这涉及到这笔基金 我们需要一份完整的司法鉴定 这是程序 缺一不可 我觉得这个不用那么麻烦了吧 再说这个亲子鉴定 又不需要什么有效期 直接拿上一份得了 这当然是不行吧 那看能不能通通通通有没有办法吗 那绝对不行 赵总您来了 这 这赵总 你怎么来了 我来见见我老朋友 杨先生 这次材料来得这么快 包括之后的司法鉴定 都会赵总从中协调 好 谢谢赵总 不客气杨总 最快的司法鉴定结果 当天就可以出来 我已经安排好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走了 现在 这会不会太快了 我可是拖了很多朋友 才安排上了 如果不去 那笔基金也取不出来不是吗 对对对 对对对 有道理啊 不讶宅 你把这些折除了 我这个把这些折除了 保险准备走 不讶猛 我不讶宅 我讶宅 你现在马上拿点手续 跟我去趟银行 好 我知道了 赵总 夏总怎么在这儿啊 您这是去哪儿啊 我这是杨总基金的事情 做完司法鉴定 啊 赵总还真是尽心尽力啊 那为了宋总办事 必须尽心尽力啊 不用紧张 我们之前就办过一次了 一回生二回熟嘛 我觉得啊 这很多事情 不能做得这么缺 对吧 这怎么能叫绝呢 我为了杨总跑前跑后的多辛苦 不就是为了给他留个好印象吗 是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 就交给我了 好意我心领了 但是事还是得由我来办 说不定 还会有惊喜哦 哥 怎么卖窗帮了灯 慌什么慌 越是这种时候越是要冷静 我怎么冷静啊 这宋天明知道我弄死我 实在不行 我说的是实在不行 你就告诉他我是他儿子 让我来跟他当面对峙 这 这行嘛 有备的办法吧 没有就这么做了 可是 快去快去快 快去 终于还是到了这个时候 该面对的 永远都无法逃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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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好点了吧 好多了 还好我们在最后的时间内 把钱转了过去 谢谢你啊 袁斌 这也许就是 我回泰国最大的收获了 不过啊 我爸是自愿帮你的 他相信他这次投资 一定会有非常好的回报的 替我谢谢叔叔 可还这样吧 咱们一起吃个饭吧 好啊 走吧 杨丽 你今天必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我那个 周董 宋总 这个 我错了 对不起 这 结果 是那个 建立中心的结果 对不对 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对 再说这个结果也不是我 我弄的结果 跟我没什么关系 这又不是我的错 那到底是有错还是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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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你先想想看 这第一次结果是 亲此关系 对不对 那也是有原因的嘛 什么原因 夏雨晴 不是 那不是夏雨晴 那怎么办 那个 其实这个夏雨晴啊 才是您的那个 亲生孩子的 我之所以替太坦呢 那都是 因为他不知道如何面对您 而且 毕竟你们之间 这个这么长时间没见了 不信的话 不信 你再做一次血压 怎么办你 一会儿他 一会儿你 还骗我 把我当三岁孩子耍 宋总 您可千万不要再相信他们了 他们一起来骗您 居心叵测不说 最重要的是耽误了 找您儿子的时机啊 绝对不能这么饶过他们 不会饶过他们 小一个星 还有所有的坑我的 骗我的 害我的 这帮坏蛋 我真是没想到啊 你人躺在这儿 你竟然还可以指挥你女儿 行风错当 你害得我家坡人了啊 你害得我家坡人了啊 那马可爱 带着那帮猫头小子 竟然想骗那笔基金 这是我的底线 本来啊 我还想因为你留下的这笔基金 我饶了马可爱 对 我现在通知你啊 从现在开始 你女儿马可爱 还有什么夏宇星 杨丽 孙谦 我统统都不会放过 我要让他们 为你当年的不仁不义买单 我要让他们知道 什么叫现实的残酷 别怪我心里狠 我自己走 一瓶子 我来 你说我 tackle基金 我去 都没有 你来 你去 你去 董事长 您醒了 爸 爸 爸 你醒了 可爱吧 我是可爱 爸 爸 爸 我是 爸 爸 你躺着 爸 你醒了真好 躺在床上 一直想起你 想的时候 你就愿意期待我的事 坐在你家的楼梯上 上了下下 时好就回你再跟下来 你还记不记得啊 关静儿 爸 你醒了 叔叔 您醒了 叔叔 我是夏雨昕 他 我 你说 用一个园子 买金 李 我觉得你 你终于醒了 不想跟我打声招呼 你以为我怎么做 怎么不差你 你说吧 你躺了这么长时间 好不容易醒过来了 怎么一张嘴就说这个呀 你怎么不成我呀 不成不了的 我也把你送到监狱里啊 也让你度日如年 不管怎么样 我的灵灵不可能死而复生 我的儿子 也不可能再找回来 不成不了了 和我心爱的妻子 也其实 我连她最后一面都没见着 我的女儿 二十年都不肯见我 直到我躺在这病床上 她才说出了心理我 这是两回事 这事和我没关系啊 不是我操长 宋天明 你在我这病床前 说了什么 做了什么 我都一清二楚 一道具恶是什么举心 你我都心知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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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承认 这些 老师要错的地方 伤害了你和你的儿子 你放心吧 我会像对秦胜利一样 帮你找到儿子 我的底线呢 就是我的女儿 不容易任何人 对她有半分的伤害 如果谁要这么做 不惜一切代价要回你的 包括你宋天明 没想到你大胆不死 妈 醒过来再脾气 还这么忙 老爸 我等你帮我找儿子 哥 这 马总 真醒了 也算见开心的大事了 那小马总也应该很开心吧 那咱俩的事怎么办 什么事 就合伙骗宋天明那事啊 你有没有什么计划 没什么计划 走一步算一步吧 我说 哥 你怎么跟烟了一样啊 这 病房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啊 这 我现在很烦 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吧 你有什么事跟我商量呗 这两个人联手做了个假的舰艇 那份报告显示杨丽氏亲生了 难道 这一切都跟夏宇雄有关吗 如果宋天明那儿子是夏宇雄 那我 各项指标呢 慢慢都在恢复之中 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为了确保万无一事 我再安排一次彻底的检查 谢谢你了 医生 董事长 不客气 董事长刚刚苏醒 身体还比较虚弱 需要多休息 切记不要过度疲劳 好 我知道了 谢谢医生 不客气 那董事长 我先走了 好 爸 您跟宋叔叔 就由我当年自认为 一个正确的决定 造成了这样的后果 我想 你还是得提防着他点 我还是怕他加害你 我才不怕他呢 现在您也醒了 有您在身边 我就更不怕了 真像我的女儿 爸 您都躺了这么久了 今天外面空气可好了 我带您出去走走 女儿啊 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了 活着见到你 我已经很欣慰了 爸 我真的没想到 还能再看着您醒过来 叫您生爸爸 我想妈妈知道了 也会很欣慰的 我也没有奢望 让您马上就认我这个父亲 但我想知道 你对今后有什么想法 爸 其实 我一直有个问题都想问您 说吧 为什么这么多年 我跟我妈在泰国 您都不问不问的 却还要在酒店保留我妈妈的东西呢 我没有不问不问 我一直在打听你们的消息 是你妈妈她一直躲着我 给你们写的信机的钱 都不给推回来了 你 是我不好 那些年代一直忙于酒店的事情 忽略了明白 但你妈妈和你觉得 我不在乎你们了 甚至觉得我都不爱你们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最看重 你妈妈恨你了 可是后来又出了绑架的事情 宝贝 来 抱抱抱 来 抱 抱抱 你一定要走吗 我知道 是我不好 我 什么都不用说了 你给不了我小药的生活 你在可爱最危险的时候 你还在工作 我们算了吧 你妈妈妈对我彻底失望了 就更加恨我了 不是的 爸 不是你想的那样 妈妈 其实妈妈她真的一点都不恨你 你也知道 妈妈那个人 她就是一直比较要强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我们在泰国 她每天白天工作得很辛苦 一到晚上 她就经常一个人坐在客厅 拿着我们一家三口的照片 拿着我们一家三口的照片 有时候 一看就是一个晚上 其实我们真的都很想你 她快临终的时候 还一直跟我说 可爱 你一定不要恨你爸爸 一定不要恨他 不过说真的 不过说真的 我刚回国的时候 心里真的对你有很多怨恨跟不满 可是当我看到你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心里根本对您恨不起来 我只是希望您可以快点醒过来 好让我喊您一声爸爸 好让我喊您 爸爸不好 对不起你和妈妈 没关系 您现在已经醒过来了 孙总 您打算怎么处理夏雨昕跟杨历这两个人 要不要我帮你去摆平 你敢 我的天空 我的天空突然落下 这脆弱的雪花 飘在我心上 和我一起融化 我吃掉 并不在我爱 我爱你 我爱你 也许我们是乘客 需要慢慢去懂得 还像你搬成涂列车 危险时候互相拉扯 没有终点的乘客 提前离开的太多 如果拥挤任意快乐 遗忘寂寞的时刻 有谁等敢诉说 该怎么说才靠近我 我们之间永远留下空格 也许我们是乘客 需要慢慢去懂得 爱像你搬成涂列车 危险时候互相拉扯 曾经窗外的景色 如今只有我不舍 说过永远却走散了 在谁剩下我一个 对着空气诉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